欢迎来七堵大戏院看电影 不但七堵大戏院重新开张 巷口的GammaDiam也重新展现在大家眼前 这是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发响 利用新服务处旁边邻居家的铁门和墙壁 请专业壁画达人画出怀旧风格的老式戏院 以及GammaDiam特地邀请一群好朋友美魔女们 戴着小学生帽子前来重温旧梦 另外也利用圆形水箱以及电信箱等 分别彩绘出可爱的图案 包括老式电话和旧款手机以及汽水等等 非常有创意 不但美化了环境 这些壁画也都因为画得相当写实非常吸睛 经过的民众都会忍不住多看几眼 杨秀玉欢迎民众来这里拍照打卡 一起行销七堵的美丽和魅力 就是把我们在地七堵的这个每一条巷弄 每一个礼都有它的故事 所以把这些故事主题呈现出来 让我们这些中老年人 这些长辈能够怀旧 也让我们这个老少中青 尤其是年轻人 他们才知道说 以前我们的爸爸妈妈 爷爷奶奶 阿公阿嬷 他们当时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时空背景 他们是怎么生活的 也让他们知道说 借由这个整个画作的意象 让他们知道说 我们要懂得饮水思源感恩 因为我觉得这一块是我们中华民族 非常可贵的一个地方 也必须要把它传承下来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 就是一个国家安定的力量 所以我希望说 借由这个打造怀旧社区 让七堵被看见 因为这个文化它是带不走的 副一长杨秀玉服务处外面几个月前 就有一幅特地请来 有十多年经验的专业壁画达人 画出穿着美美女普装 介绍七堵美景美食的彩绘壁画 这次这些壁画 则是由杨秀玉的儿子展现孝心出资 邀请同一位专业壁画达人绘制而成 不论是精致度或是笔触手法 都让人赞赏 逐步落实杨秀玉 希望打造彩绘一条街 行销七堵的想法 为七堵加油打气 记者 吴俊松 吉隆报导 攏导 你可不再嘞